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應徒之業 我是阿欣 又來到斗門這個環境非常漂亮的樓盤 行御江山會 行御江山會的話 最近加推的20棟單位 可以做到3萬元的低手庫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重溫一下這個項目 我現在就在小區裏面 小區的環境是相當舒適的 現在這個大門口側門進來的位置 樹木非常高大 綠化做得很好 整個進來好像森林派軟一樣 這一期都交流了一段時間 是的 整個項目的所有樓梯都是這樣 兩梯四壺的設計 全部模型都是一條南向的 像大圓形小小可以做到藍不對樓 但小圓形都一樣是潮藍的 你可以感受到每一棟的樓體 是全部都一樣的 在玻璃的話 在陽光下 因為它反光折射 所以對屋內的隱私度比較高 還有外場的顏色 我覺得比較耐舊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一期 交錯樓有三五年了 但你覺得它和新的那期是一樣的 外場保持得不錯 對 這種外場耐舊 我想未來過多十年 十五年都是這樣的狀態 我們現在這個項目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大的大盤 四十六萬方的一個大項目 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項目佔地十四萬方 見面四十六萬方 用積率是2.46 它在小區裏面 除了有這麼漂亮的綠化 這麼多樹木品種之外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 是它小區裏面 有一個一萬方人工湖 但是這個人工湖 是活水引流的 就像自己的家裡 就像公園一樣 對 這個人工湖引流了白藤湖的湖水 有流動 不會怕到有臭味 還有這個環境比較好 比較舒服 不過湖裏面還有魚 平時有些業主在下面 帶小朋友去捉魚 也很搞笑 這個小區的話 品質是做得很好 這個小區建造的時候 有做地基的加固 然後又有做防沉鋼 還有整個小區的膠標質量很高 用材用料各方面 尤其是我們的裝修 因為它是帶裝修賣的 它的裝修品牌 全部都是知名的牌子 膠樓的標準很高很精緻 我們這個項目去用萬科的物業 物業管理費2元 都算還低了 還有我們這個開發商 是珠海本土的開發商 所以它在本土來說比較有實力 而且這個開發商在這邊深耕了很多年 珠海本地人都比較喜歡這個牌子 我們有看到它的入住率其實不算差 很多交了樓的動數 它都已經入住了人 入住率也很高 都很高 浪了衣服 這個壺在這裡做甚麼 正在修 正在修 裏面還種了些河花 今天過來看的話 這個壺乾了糖 看不到有水 因為我們最後那一期 在這裡施工 去那個湖水的話 相對有些灰塵 泥塗比較懶惰 但是你看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到 沒有水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就是那個湖的高度不高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小朋友在這裡的安全問題 而且它下面不是真的淤泥 它是鋪了我們的水泥 很平滑的水泥鋪上去 安全問題就得到保障 而且中間裝了很多燈光 是的 燈光 下到來也不會黑黑黑黑 晚上看那個夜景 還有燈光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到 真的相對很矮的 都不到膝頭果 小朋友都不怕說有危險 純粹就是一個觀賞性的作用 觀景湖 是的 觀景湖 還種了些河花之類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到比較新的這一期 它因為有湖 所以在小區裡面就有很多的橋 小橋流水 有一個感覺 我們現在賣的話 它是賣的那個 八棟 八棟 八棟的二單元 還有我們的二十棟 八棟的話 它是一個細年積命的 我們二十棟的話 就是八十九和一百一的大圍 我們這個小區其實它有四個護形 一個八十二和九十八 八十九和一百一 都是一些縮小廣大版 沒錯 八十二和八十九的護形就相似 多一個衛生間和少一個衛生間的區別 九十八和八一的話 簡直就是九十八是八一的縮小版 我覺得這些護形是很實用的 還有送的面積都算是比較多 最主要是它的裝修 確實相當有格調 我們現在就來到我們的示範單位 阿欣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邊是它在看的示範單位 後面是它在賣的動物 對 你可以看到 它旁邊的單邊位 單邊位的那一戶 是這兩戶 靠我們左邊單邊的那兩戶 都可以看到那個護形 看得很清晰 我現在身後這一座 就是目前正在賣的八道二單元 我們放過飛機上去看看 對應的樓層的話 它是望到怎樣的一個景觀 OK 現在飛機正在起飛 我先看看 我們現在的話 就上到中低樓層 我們先看看 不要飛那麼高 我們先看看下面的 下面 我們現在正對著下來的 這個是八十二平方的 八十二平方 正對望花園 對 望中間的 你讓人看看那個景 轉過來看看這個景觀 好 現在正對著 好 現在正對著 八十二平方 看出來 看下來 就看到湖 現在你看不見到 下面這個沒有水的地方 是湖來的 有個小橋沒有水的地方 是沒有湖來的 八十二平方的話 它就是 看到 上邊的飛機正對著 看到我們的那個湖 然後你再往我們的 這個 左左手邊再移一下 看這邊 再移一下 因為這個 也是八十二平方的 另一邊 這個就要望花園 對 好 你往旁邊移一下 現在這個 再往一點 對 然後 看看 這個 我們也是八十二平方 但是這個八十二平方的話 它就看著 就是花園 它就看不到湖 所以就我們靠 右手邊的這一邊 這個八十二 就看得漂亮少少的 那再升高少少 升高少少 到中層看看 這裡限飛 所以就飛得不太高 OK 差不多 這個中間位 看一看 好 看出來 看出來大概的話 它也是望湖 但是這個就是腐陷的感覺 這裡就是腐陷的感覺 嘗試拉高看 拉高看出來看 對 看外面 對 看外面 這個景觀也可以 哇 哇 這個看到另一邊的湖景 好 這個湖的景觀面會闊很多 好 我們看看白一方 左手邊白一方 右手 右手 右手邊白一方 看右手邊白一方 就是靠近湖這邊的 右手邊白一方 可以飛過來這邊 對 飛過來一點 對 飛過來一點 因為這個是南不對流 現在你們是主路台下 你看到的主路台的景觀 就是客廳那個主路台 看一下 容易過來 這裡是主路台位 OK 主路台的景觀 看一下外面 好 現在看到這個景觀 現在看到這個景觀 看低一點點 看一下 往樓下庫 看不看 都要看遠林 都看到湖 都看到湖 看到遠林 看到湖 OK 這一湖的景觀是最美的 白一方是最美的 對 飛到後面 看看外面的景觀 後面看花園都不差 看看 後面看不到花園 看到外面 這邊就看回香河橋了 返航點雨刷新 請留意返航位置 然後我們再看看它的旁邊 左手邊的 左手邊 我覺得沒有這個 右手邊看得那麼美 對 因為對應前面的樓梯 對應我們九洞的樓梯 會近一點 近一點 基本上是看到遠林 但也會看到樓梯 好 我們現在可以換下其他的高度 升高看看 升高或者降低都可以 看看感覺 升高 好 現在是升高的狀態 因為我們向小區裏面 它有點高 現在是中間遠林 再往高一點 好 現在我們基本上是高樓層 高樓層 整個花園都可以看得好 大約如果實體樓就是這樣的 這個 妄想能力 開闊一點 對 我們形圖置業的話 公司的設備是非常齊全的 大家跟我們來看樓的話 如果不能上去實體樓 但又想看實體景觀的話 我們一定滿足到你 航拍K 我們隨時準備好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就算我們升盤用的都是大牌子 裏面還有我們的秋風機涼霸 你看看這個交標 水爐也是交標 你覺得這個交標你滿不滿意 果意呀 用知名品牌 來看看我們的飯廳和客廳 可以放到小圓桌的飯廳 在這個戶型裏面的話 看出去的景觀亦是非常之舒適的 我們等下的話 將會飛航拍機帶大家看一看我們發動的戶型 由這個單位看出去究竟是怎樣的景觀 我想應該是全網站未有人這樣做 帶大家來感受一下 它實際看出去的視野效果 你就知道這個戶型你究竟動不動心 我覺得房間大小都是相對比較舒適的 現在你看到的這間是一個小房 它是贈重了一半面積 但是我們的客房就比較大 雖然不是82平方 但是房間是可以的 是 這個是主人房 它只有一圍 所以房間內部都比較大一點 可以放到一整排的大衣櫃 放到米8至2米的大床 這個就是98平方 它是一個藍不對樓的設計 98可以做雙爐台 其實都比較罕有 它跟我們白一方的這個戶型結構 差不多比較吻合 少了我們入戶的那個花園 但是你看看 很方正的一個設計 這邊是我們的廚房位 其實對於我這些不煮飯的人來說 就差不多夠用了 希望它再小一點 不要佔弱我的廚房的面積 再來看看我們的內部圓林 這一期是最新的一期 後期賣的20座在那邊 那邊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圓林 其實挺帥氣的 20座的話都是最新的一期的圓林 但是我們正在賣的98平方 它是8座 它就不是看這裏了 8座二單元 對 就不是看這裏了 等一下我們會飛行航拍 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高中低樓層的話 它對應的一個景觀 你看看這個燈 現在我們兩邊路台打開了 這個風夠不夠猛 夠了 扯風 很扯風 而且樓層很矮的 我們現在在四樓 你都會覺得很涼爽很通透 如果高樓層的話 景觀 視野效果 採光 以及通風都會更加加強 其實這樣看來 我們小區的環境 是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樓距之間很闊 那邊是我們的大門口 大門口進來又有廣場 然後看到戶 其實都挺氣派的 來看看房間的大小 這個是一個兩位的設計 三房兩位 基本上做藍北通 都要去到八一以上才可以做 所以99個要做到藍北通 我覺得都比較罕有 如果這麼多個戶型裏面 你給我選擇的話 我覺得我會選這個多一點 選價比又高 是的 因為你可以有兩個衛生間 然後有兩個露台 藍北對流 而且價錢適中 價錢相對適中 所以我會選這個戶型會多一點 各位BB 你們現在看到的話 就是我們20棟賣的烏映 這個是89方 它對比82方的話 有個不同的區別 就是它的主人房 就多一個衛生間的客 這個的話 現時我們目前賣的 這個8棟也好 20棟也好 單價大概都是14000-15000左右 全部都可以做高平高貸的 即是低售負 給幾萬元售負 整理就是全部都是月供 我們這個89平方的三房兩位的話 月供大概4000-5000元左右 差不多是這個價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戶型的話 就是目前賣最大的這個戶型 白一方 白一方是一個四房 它對比98平方最大的區別 就是門口多了一個入戶花園的位置 這裡可以放限櫃 放你的收納櫃 放單車放鋼 鋼琴 沒問題 鋼琴可能窄一點 這一棟的話 南北對流 整個廳位就比98的 就要闊了 闊了大約幾十公分 陽台都會相對大一點 你看看南北對流 真的相當舒服 風吹過來的話 吹自然風吹空調風 是有明顯的區別的 還有20座的景觀 相對來說看護景的 這個景觀面也是豐闊很多的 比較舒適 漏間距之間比較闊落 我們來感受一下它的房間的大小 這個白一方的話 它的首期就相對會多一點 首期的話可能要去到10萬左右 大家看看哪個戶型更加適合你 更加覺得符合你心目中的高性價比 如果改寶寶上來看樓的話 隨時可以聯繫阿欣 阿欣幾時都可以派車在香港接你過來 服務大家放心 絕對令你感覺到奔志如歸 看樓就call我 好啦 下期再見 拜拜